大家好 歡迎大家回到黎明杰新時代頻道 我是劉文杰 今集想跟大家講一些我比較少講的東西 就是一些關於藝人或演藝圈的東西 有一個女孩子 香港小姐 好像是冠軍 華裔小姐也有排名 我記得關於第二 第三 她的政治取態 或者她對內地 或者她對警察的取態 我相信大家都非常清楚 現在這個瓶瑩瑩大家可以看到 在TVB上 她直接穿警察的衣服 幫警察宣傳 我覺得是一件好事 她願意這樣做 我覺得是可以給她機會的 為什麼呢 因為她進入境 過去我們的深圳大灣區 她日前上深圳 我不知道她是不是好 現在又可能不是很喜歡 抗拒 就變成很愛大灣區了 甚至乎有些報道說她很後悔拒絕回祖國拍戲 現在回頭是岸了 也挺好的 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就是有一個正常人的香港打機網紅 叫做達哥 在台灣被台灣警察拉走了 現在被黃絲在此笑 到底她發生了什麼事被人拉 她為什麼又會被文傑稱為正常人的KOL 打機KOL的呢 我稍後就去看看 在影片開始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 正好留言 訂閱文傑紳士的頻道 記得按下鈴鐺 選個全部 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一段影片了 為什麼無情情緒說馮瑩呢 因為我看到一則新聞 是說馮瑩瑩上深圳行超市 然後我眼都突然 蛤? 之前因為有些網友跟我說 文傑紳士你看看現在那個警察那邊在TVB的宣傳 你看看哪一個人在做督察那個位 然後蛤? 我一開電視看看 蛤?馮瑩? 大家都知道有很多不同的KOL 我沒有說過她的 有不同的KOL都說過馮瑩瑩等等 就說她的政治取態可能跟我們不一樣等等 就有很多不同的疑問出來 我看到她 所以我看到她穿著警察的制服 我問蛤?幫警察宣傳 蛤? 接著就叫做叫做叫做 上了深圳超市蛤? 我沒有什麼質疑的 我是嚇一聲 其實以前的資訊對還是錯? 但不要緊 但不要緊 說真的 我不管她以前的政治立場是怎樣都好 或者她心裏怎樣想都好 她現在肯幫我們警方做宣傳 肯回我們的深圳 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她亦都沒有叫做走到很前 走出去遊行示威等等 即不是好像那些不知什麼得閒那些 走出去 不是好像那些什麼蟑螂那些 走出去那些 我覺得都叫做可以啦 OK啦 報道就說 現年29歲的無線藝人 馮瑩瑩 在港姐奪官之後 受到她公司力捧 跟著之前就傳出她 慘租公司雪藏 跟著她就是 報道裡面就說 所以她就回到她的 武校廣大那裏讀碩士 讀碩士的時間 原來她是為了倫囑而鋪路的 我真的不知道了 跟著她近日自爆她自己 是非常之後悔 因為她不想北上的理由 就遲演了某一套重頭劇 然後她因為沒有上去拍這個重頭劇 她就情緒受困等等各方面的事情 那究竟是哪一套的重頭劇呢 其實那時候是2023年5月29日的一些 就是叫做報道來的 有報道就說 她情緒飽受困擾等等 那為什麼呢 因為推了一套重頭劇 而那套重頭劇 那些網友就猜 應該是一模傾成 而且她做的是其中一個女主角 不是下眼角等等 就好像女儀 大概是女儀的 所以就是 女儀差不多 有兩個女儀的 跟著有兩個女儀 還是三個女儀的 應該就是其中一個 氣氛也是比較重的 所以就有些後悔 那我覺得不要緊 我覺得 現在她都肯回到深圳行街 可能情緒困擾完她 她又可以回到深圳行街 又可以幫我們的警方做宣傳 那是一件好事 她現在正在拍劇 幫回TVB 也都是給TVB 繼續去捧她也好 怎樣也好 繼續用她 跟現在在內地發展得不錯的高坤賢 是做一對的 有很多人都覺得 不錯啦 我不知道 近日有內地的網民 就突然之間發現 在深圳野衣捕獲了馮瑩 更加拍到她跟高坤賢 是同場的 在深圳那裡走超市 打扮非常之休閒的 拿著一堆食 買賣賣賣賣賣賣得非常之高興 其實我覺得高坤賢是有功勞的 真是高坤賢有功勞 因為高坤賢在國內發展了這麼久 她很清楚國內現在究竟有什麼情況 她可以在藝人界的圈子裡面 宣揚我們國內究竟現在 新的狀況情況是怎樣 你想想 走超市都走得這麼開心 大家在香港的超市 可不可以走得這麼開心 你知道嗎 現在在國內裡面 那些人是瘋搶著什麼 哎呀我上次見到我沒有買 上個星期 我真的 很想打自己 什麼呢 現在我們香港很多人 在國內的超級市場裡面 是狂搶羊山水蜜桃 我上個星期見到 不過我買了其他東西 沒買到 搞得沒買到羊山水蜜桃 我打算下次先 誰知道現在就說了 超市10點半開 10點9被香港人掃了 唉 即是 唉後悔 後悔 你很難看到 我們香港有超市一開 然後15分鐘掃了東西 是每天 沒什麼可能 沒什麼可能 所以都 都幾 陰公 我當然 我陰公 買不到我想買東西 和喜歡吃的東西 OK 然後究竟 這件事發展成怎樣 有些人就問是誰來的 是不是拍拖 那樣的東西 原來他們就在山姆那邊 就 不是 內地一間超級市場 跟著有一間店 好像蛋糕 叫山姆 旁邊就撞到這些明星 原來高君妍就說 那天他們就在屯媒拍戲 拍完戲原本是吃飯的 那樣 就吃飯 那跟著原來 高君妍就說 我的車兩里排來的 深圳灣旁邊可以裝回深圳的了 那 回深圳吃東西吧 好啊 深圳吃東西當然好 但在深圳吃東西 吃什麼都好 吃什麼都便宜 我之前說過 我吃東西的價錢給大家 是不是 跟著他就說 我們也有買 即是他說 有買蛋糕給劇組吃等等 那不是他們兩個 等等 其他工作人員都在 那樣 那他 馮瑩瑩助理都在旁邊 幫忙買東西等等 買回去的東西給劇組的人吃 那樣 我覺得是好事 高永賢應記一工 整個劇組給他帶回去 好事 不好嗎 對不對 那 高永賢都說 都想幫一下 那些人 他 那樣 好的好的 那 有些在內地發展 有些偏見 對內地有些偏見 或者 不是太了解的藝人 把他帶回內地 去見識 去走走 對於他們來講 對於他自身來講 對於香港來講 對於祖國來講 是有悲憶的 是有悲憶的 所以我在這裡 稱讚高軍營這樣做 跟著他講第二件事 第二件事就是 那個叫做打機主播 著名YouTube的打機主播 叫做戴哥 真名叫林惠華 嘩 有些難 瞧口慘手 讀一下 有些難讀一下 他在2011年開始 做一些叫做打機直播 跟著給網民熱捧 曾經 在這個反襲暴亂之前 他拿過三屆的香港高登男神 叫做總選第一位 跟著就 因為這個Sony 就是獨佔年度的大作等等 各方面的東西 就叫做開售 所以這個達哥 就去了台灣那邊 做一些叫做訪問 還有做一些直播等等的東西 不過他在做直播的時候 就被警方 即是台灣的警察 就帶走了 這個達哥就說 每逢大時大節的時候 離除直新年 台慶等等 就是他自己台慶 日子都會有特別不同的慶祝 例如準備一些煙花動畫 在遊戲裡面 以火箭炮代替煙花射上天空 唱賀年歌曲等等 這個達哥日前 就去了台灣準備訪問 這個FF16的製作人 嘉田直樹 晚上他就身處台灣的時候 就開了一個戶外的直播 跟粉絲聊天 這樣 令到粉絲都很有驚喜 但是他就是在直播的途中 晚上大約8點多鐘開直播 標題就是 11週年的煙花會演 他就說他自己 就排除萬難 跟很多單位溝通了之後 就終於可以做一個叫做煙花演出 他展示手上所準備的煙花 那些煙花應該是 都很硬的來的 首先他被拘捕的時候 拿著滴滴金的東西 之後那些就有 比較大型的煙火等等的東西 跟著這個達哥在直播裡面 連續播了一個小時的煙花會演 就慶祝他11週年的他自己 自己台的台慶 過程裡面也是跟觀眾互動 祝福等等的東西 一眾在香港的觀眾 都說相當之漂亮 感動等等 希望一眾的粉絲兄弟 都可以身體健康 開開心心的東西 跟著直播大約是直播了一個小時 左右有兩名相信是當地的警方的人員 就坐電單車去到現場 並且將他問話 過程5至6分鐘 不過那些粉絲聽不到這個達哥 和這個警員之間的對話 只是聽到直播最後的時候 這個達哥就跟觀眾說 喂 停一停 放心 沒事的 沒事的 待會再回來 沒事的 沒事的 然後關掉直播 不過之後就沒有再開過直播了 又說待會回來的 那被人抓了可能就大件事了 OK這樣 就開不了直播了 跟著也是沒有更新他的社交媒體 不過最後有網民發現 雖然他在晚上的時候 在聊天室說話 就說自己沒事 沒事都上了報紙 還有消防局都說合法 所以他這件事是合法的 而根據台灣消防局的公告 就說台灣的爆竹成份 就是專業的煙火爆竹 一般爆竹兩大類 專業的就要由專業的去放 事前要申請 那個達哥直播裡面的 叫做仙女棒 或者叫滴滴金的東西 還有那些衝天炮 那些是一般炮粥來的 只要是符合他們地方 政府不同的炮粥管理條例 就OK的了 如果不會造成危險就放得了 所以就應該沒事的 而這個達哥在放之前 他之前都表示自己放煙花之前 是問了很多單位 亦都得到消防署的認可之外 他還有很多不同的東西都說 可能政府都說可以放得 等等 跟著他亦都說在聊天室 表示他要在10點之前放光 他放的地點應該是桃園市的大溪橋等等 而桃園市的燒煙花條例 就說每天上午8點鐘 沒有人8點鐘上午燒 至晚上10點鐘 亦都不可以放飛行類、星空類、沙炮、達炮等 可以嗎 10點之後就不能放這些 其他那些10點前就可以 他就OK了 不過有網民就說 可能這個達哥是放得太吵 所以就阻止當地居民休息 就報警 過程中是沒有犯法的 都嚇到 有些粉絲說嚇到嚇到 他沒事就好 你知道台灣的法律 台灣被人告、法例、法官、法庭 嚇死你 那麼 達哥為何我說他是正常的 叫做網紅呢 在2019年的時間 首先 首先 有一個叫做 2021年首月28日 有一個黃色經濟圈 香港YouTuber界的 黃藍指藍 OK 這個達哥是在南那邊 是排了第一的 他介紹就說 這個人人稱達哥 是那些遊戲公司的老闆 等等 就說在2019年6月4日 有觀眾指明要這個達哥 在直播的時候 提這個六四 以及提這個反修例暴亂的東西 叫他講意見 但是他完全沒有說過 六四任何東西 沒有說過支持反修例的東西 所以引起他們的觀眾不滿 繼而使他版要求交代 去到6月6日這個達哥 在Facebook就說 無限期有休台的東西 6月13日這個達哥就說 喂 其實我也關注的 總之天有香港 跟著觀眾就說 喂 你無寧兩可 沒有啊 批評他 批鬥他 要求他 要說 支持這個 叫做反送中 不過這個達哥又沒有理會他 跟著就 7月22日這個達哥 就在Facebook發帖 就夾集著粗口 就是說 總之我對元朗暴力事件 一些感受 他就說 一直被人指責都不好受 跟著又是 搞到那些job又要沒有了 又要推了等等的東西 亦都說 就算他出post都好 對任何事情都沒有幫助 他表態都好 對任何事情都沒有幫助 OK 反而需要警察和政府做事 這樣 跟著就 不斷地被人網絡暴力 然後 7月24日 上了影片 就說 達潮滅亡已成真 就說他自己 辛辛苦苦經營的頻道 因為他沒有表態支持這幫暴徒 一夜之間流失了大量的觀眾 並且 為到答謝仍然不離不棄的觀眾 就說 要贈送禮物等等 跟著又被那些黃絲黑暴說 說他玩分化 又說他送禮物好像是民建聯 建制派的蛇齋餅種的低級手段 我想說髒話怎麼差點 都不來嗎 我想說 民主黨 公民黨 那時候 沒有派蛇齋餅種 你不要玩 有沒有罵過他們 他們當選之後的泛布派區議員 派不派 一樣派 一樣派 這些是傳統來的 大家開心的 要關愛社區 要關愛的 低級手段 你不懂關愛人 你不懂關心人 你不懂做社區 就說低級手段 我說黃絲黑暴那些 腦袋 低級腦袋 智商 低級智商 OK 跟著引起一些網民 又對他妄報等等 辛辛苦苦捱到現在 所以我就說 他應該是一個正常的KOL 藍藍我不知道 黃不黃我不知道 但是 他在那時候 可以頂到 沒有出過聲 都算是這樣 OK 行不行 不知道大家覺得怎樣 這兩件事 希望大家可以在下面留言 告訴大家 你怎樣看這兩件事 在影片完結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 震口留言 留言文宜紳士的頻道 記得按鈴鐺 選個全部 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一段影片 我們下集再見 多謝大家 拜拜